粮食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民生商品 俗话说粮价是百价之机 小麦丰收给人们吃了丁心丸 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基础 对稳物价至关重要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小麦在火丰收 对于我国粮食保供稳价意义重大 主要体现为三个稳 一是稳供给 今年小麦产量高品质好 完全可以满足国人一年以上的口粮消费 再加上充裕的储备库存 保障我国口粮绝对安全的根基更为牢固 二是稳价格 今年以来国际粮价 特别是小麦价格大幅攀升 同期我国小麦价格涨幅远低于国际 粮价总体保持平稳 夏粮连年丰收功不可没 三是稳预期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 丰收是重要风向标 各方反应积极 市场购销两望 将有效引导全年粮食生产和市场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